好我在這邊先建立出一個像這樣子一個空間 但是首先我們今天的最主要目的是要測光 測光的部分是當然我用白色是最好的 我把這三個元件天花板地板跟我的這個牆面元件全部換成是白色的 這樣要測光是最簡單的 在這個地方呢這個是一個模擬的室內空間在這裡 模擬的室內空間在這個地方 我們首先要去建立光線 建立光線的話我們當然是要在上市部去建立 這個是我的上市部 從上市部這邊呢我們從中央這裡去給它打上一張光線 我們用最基本的這個標準光源的OMILI 先試試看 我們從上市部來看好了 在這個一方點一下下 這是我的光線 在這邊 可是我們已經學3D學的一學期 我們知道在這個地方上市部建立光線 我們從測試部來看喔 它的位置應該是不正確的 它可能會被放在地板上 放大一點看喔 我們從測試部或前市部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是一個在地板上的光源 選到光源之後呢我把它拉高 那當然拉到天花板的位置喔 當然我也可以直接的去給它一個數值的設定喔 給它00 然後這個高度值呢給它985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 然後我們從透視部這邊看喔 這就是一個 在位置在天花板上的光源喔 其實跟我們的這個 室內空間真正的光線位置 它是一個非常 它是非常類似的 它是一個在天花板上的位置 好 我們從這邊看啊 我們針對這個角度去做一個運算 去做一個算數彩線喔 算一下之後呢 看到沒有 我這個地方在天花板上呢 它就會有一個 產生一個類似這種 光線投影的效果 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從上市部這邊呢 我再來去建立一個 插弧好了 模擬一下我的插具 從這邊來建立出一個插弧 在這個地方喔 插弧在這邊 然後呢 我把插弧的位置呢 給它拉到前面一點點 大概擺在這裡 把它推到牆壁這邊好了 給它轉一個角度 來這邊 我們來看看喔 像這樣子在算一隻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插弧呢 在這邊它也會產生 一個暗部的對不對 可是它在地板上沒有投影嘛 幫大家再複習一下下 選擇這個燈光之後 我再選到燈光的這個 叫Modify 它在變優選項 這邊 燈光的變優選項 這邊有一個影子的一個勾選項 打開 在這裡再算一下 好 插弧的影子就出現了 可以嗎 好 這就是插弧的影子 好 那 這邊幫大家複習一下下 我剛剛這邊已經把我的這個後面的隔線關掉了 還記得我這個隔線 開啟跟關閉的這個 快捷鍵是什麼嗎 ABCDEFG 按一下之後它就顯現出來後面的隔線 按一下它就關閉了 ABCDEFG 這個地方幫大家稍微做一下複習 我們剛剛不是在這邊講這個光線在這邊嗎 對不對 那 算出來的結果是 這邊會有一個亮點嗎 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這個燈光多複製幾個 把這個燈光多複製幾個 我先把這個燈光挪到最邊邊好了 挪到這裡 給它擺在大概是120的地方 好 然後我今天對它做位移複製 像這樣子喔 我們今天先選擇第二個 第二種選項 選擇第二種選項喔 當我動其中一個的話 所有的數值都會跟著動喔 那這個地方給它大概幾個 12345 大概給它 6組好了 按一下OK 反正多出來的我就再刪回去喔 好 這個地方喔 像這樣子一排燈光做出來之後 我今天 算一下爆亮 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可以從上面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燈光的感覺已經出來了 好